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歐盟增加中國電動汽車關稅案表決通過後 中國在國慶長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天進行反制 商務部公布將對原產自歐盟的 白蘭底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 商務部10月8日在官網公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規定 與有關調查結果 商務部今年8月29日發布公告 初步認定原產於歐盟的進口相關白蘭底存在傾銷 中國相關白蘭底產業受到實質損害威脅 而且傾銷與實質損害威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10月11日開始進口經營者 在進口被調查產品時 應該根據這個通告所規定的各公司的保證金比率 向中國海關提供相應的保證金 即是由10月11日開始就加徵額外的關稅 中國商務部決定一出台 八國葡萄酒商的股價就應聲下滑 央視旗下的新媒體《玉冤譚天》也曾經警告 歐盟加徵關稅和吸引中國汽車企業投資不可兼得 呼籲歐盟要作出理智的選擇 文章當時提及到 歐盟想通過贊成對華加徵關稅 迫使中國企業到歐洲投資 但中國的態度很明確的 支持徵稅就會失去投資 中國對白蘭底加徵關稅 針對法國的態度很明顯 法國是今次歐盟加關稅的主要推手 自然成為第一個被反制的對象 法國是乾一白蘭底的主要供應國 歐洲對華出口的白蘭底產品 99.8%都是產自法國的 乾一行業間機構預測 中國會對乾一白蘭底徵收至少35%的額外稅款 按照乾一AOC葡萄種植者總聯會主席的說話來說 這將導致法國乾一從中國市場直接消失 早前更有白蘭底的農戶、釀酒戶、貿易商等相關持份者 聯合到巴黎示威抗議 要求歐盟不要與中國開打貿易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商務部10月8日 還同時預告了第二波的反制 商務部發言人回應有記者問到 中方對歐盟豬肉和乳製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進展是怎樣? 商務部發言人說 關於對來自歐盟進口的相關豬肉和豬副產品 乳製品等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目前中方正在依法開展調查的 將會充分保障各離害關係方權利 並根據調查結果作出客觀公正的裁決 商務部發言人也指出 中國正在研究提高進口大排量燃油車關稅的措施 商務部重申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堅定維護中國產業和企業的正當權益 外媒都留意到商務部發言人在回應問題時 主動提到中方正在研究提高進口大排量燃油車關稅等措施 這行措施一般認為將會對德國、意大利的燃油車造成打擊 不過現時很多的德國車企幾乎將生產線都轉移到中國 雖然仍然會受一定的衝擊 但意大利的車企受的打擊會更嚴重 而意大利在這次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開刀的問題上 也是急先鋒的支持者 而較少人關注的是 身為日本豐田高檔品牌凌智的部分型號的燃油車 部分都在美國生產的 一旦中國對大排量燃油車加關稅 對日本和美國的汽車製造業也受到打擊 簡單總結 這種又傾又鬥的狀態疑視未來一段時間 中美、中歐貿易博也會如此 貿易專家分析說 隨著中歐進入邊打邊談的階段 中國接下來將會如何以及何時對此採取反制措施 予以回應將備受關注 預計在對華加稅投票中投贊成票的歐盟國家 將會面臨最大風險 另一方面 中美的貿易博弈就很大機會在美國大選後才明朗化 中國並不希望美國政客在選舉期間借機大打中國牌 美國和歐盟一種跟中國既想對抗 又不能脫歐的思維 落實到具體執行措施時 往往出現了一些荒誕的怪現象 10月6日荷蘭皇家航空公司KLM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林特爾 在接受荷蘭當地電視台WNL節目採訪時聲稱 中國航空公司獲准飛越俄羅斯領空 對他們公司構成不公平競爭 林特爾說 與荷蘭皇家航空等歐洲航空公司不同 中國的航空公司被允許飛越俄羅斯領空 有時可以因而節省2至4小時 他說考慮到時間和燃料 他們的成本當然更高 並反映在價格上 林特爾呼籲歐盟方面採取應對措施 至少可以考慮如何通過調整定價 或至少以不同方式予以看待 來防止這種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10月7日荷蘭皇家航空公司成立105週年 因為成本上漲 他們公司正是制定了一項重大的緊縮計劃 以達成每年增加4.5億歐元的利潤 林特爾說 在荷蘭他們正在應對勞動力市場緊張 和工資成本上漲的問題 因此員工需要提高工作效率 飛機維修可能會外判的 自2022年2月俄乎衝突爆發後 美西方國家的航空公司 遭到俄羅斯 或本國政府禁止進入俄羅斯領空 或是出於安全考慮 選擇不飛越俄羅斯領空 另一方面 中國航空公司的航班繼續飛越俄羅斯空域 取道較短的北方航線前往歐洲和北美 以倫敦北京航線為例 英國航空的飛行時間要比中國航空多出2.5小時 面臨更高的燃料和成本 俄羅斯沖突已持續兩年 由此導致的俄空域封鎖 對西方航空公司造成打擊 銀旗有多間航空公司宣布 全面取消或是暫停往返中國航線 以此同時 中國航空公司的成本優勢擴大 並且不斷增加海外業務 今年7月 英國航空公司惠真航空宣布 10月底開始 無限期取消英國和中國之間僅餘的倫敦上海航線 英國航空公司8月宣布 自今年10月26日開始 暫停倫敦和北京的直航航班一年 德國漢沙航空公司 沒多久之前也說 正在評估是否應該削減法蘭克福 至北京的每天航班 不僅是歐洲的航空公司 禁飛俄羅斯、領空 也使美國航空公司自討苦吃 有英國媒體去年曾報道 美國因為對俄羅斯制裁 導致美國的航空公司 被禁止進入俄羅斯領空 不得不花費更多路程和燃油妖行 美國航空公司因此 每年失去了大約20億美元的市場份額 眼見苦果蘭菸、美西方 並沒有改緣更張 反而以受害者自居 說中國、印度、阿聯酋等航空公司 獲得了不平等的優勢 威脅他國的航空公司 不准從俄羅斯的上空經過 這個霸道無理的行徑 也引發了多國不滿 今年4月 美國航空業遊說組織 美國航空運輸業協會 和航空工會 聯名寫信給拜登政府 要求他們暫停新增中國航空公司 當時申請的兩個往返航班 在這封信中他們重申一個論調 就是可以進入俄羅斯領空的中國航空公司 有不當的競爭優勢 內地觀察者網指出 這個荒謬之處在於 美方無權對他國航空公司的航線 指手劃腳 而且根據多名航業人士透露 中方新增的中美航班 絕大部分 其實飛的是美國西岸的航線 大多數是集中在美國西岸的 洛杉磯和三藩市 根本不會逃經俄羅斯領空的 有內地網民就形象化地 比喻美西方的這個做法 就是自己打斃自己的腳 還要求其他人要像他們那樣 一拐一拐地行路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呢? 由此觀察到 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國家 越來越忌憚中國的發展 原因是 他們不僅擔心中國經濟崛起 更擔心的是 由美西方主導 有利於他們的世界秩序正在發生變化 他們再難以一聲令下 全世界都要聽話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時在外交事務刊文說 中國是唯一既有意願 又有能力重塑國際體系的國家 拜登總統將中國 稱作為步步緊迫的挑戰 最具影響力的長期戰略競爭對手 外交部發言人無寧回應時重申 美方官員的這些 無論不是什麼新鮮的話 中方認為大國競爭不符合時代潮流 更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和世界面臨的挑戰 美方從戰略競爭的視覺看待國際形勢定義中美關係 是對冷戰思維的執念 將中國當作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 和步步緊迫的挑戰 是以自己的霸權歷史 霸權思維 是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嚴重誤判 既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世界秩序的維護者 事實上所謂搞不公平競爭 採取處處逼人行動 到處耀武揚威 施壓脅迫的正正是美國 而不是其他人的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